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 知道我们得蒙拯救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而是因为你自己 透过你的爱子主耶稣 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好事 主耶稣愿意从天上来到地上 为我们的罪代使流血舍身 是我们相信祂的人 我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领受了赦罪的恩典 也以天父上帝你和好 以你亲近 并且领受权柄 可以呼叫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 如今也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 带领我们奔走 你为我们预备这条永恒的载路 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 求你就在这个时刻 是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真知道你 让我们清楚看见我们的这个时代 发生的事情 也清楚看见主 你要在这个时代 怎么样来捷径你的教会 预备好自己 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 师父我们以下一期的学习 叫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的生命得到建立 感谢赞美主 帮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呢 除了这一些的政治因素之外 那到底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这战争对基督徒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我想我们今天会来看 那我今天会把它分成两部分 找出这个真正战争的这个原因 然后第二部分的是 我们基督徒甚至包括以色列 这个国家的事情 在这里 我在上一次 就是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看 这个俄罗斯俄乌战争 同归于尽基督徒的看待 我在上一次 有分析了几个这个有关的政治因素 造成这个现今的俄乌这个战争 其中第一个呢 俄罗斯普丁 这个总统呢 他感受到这个威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在俄罗斯 现在你看这个大大的这个图呢 现今的俄罗斯 在俄罗斯之前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苏联这个帝国 他拥有 这个包括Estonia 这里有Ukraine在里面 这些 你看到这些名字 大概有整十多个 都是属于前苏联的版图来的 就是意思说 这些国家都是在苏联的统治之下 然后当然还有几个东欧的国家 包括波兰 这个匈牙利 还有就是这个罗马尼亚等 都是在俄罗斯 就是控制之下的 那这个 我们看到 这个上次讲的就是 在199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东西德准备 东德跟西德 东德是靠着这个俄罗斯 就苏联 那当时呢 就是这个大布什总统的 这国务卿 特别告诉 当时的这个俄罗斯 这个总统 叫Mikkel Gorbachev 就说西方呢 西欧是不会向东方的 但是现在如果你看这个东欧的国家 包括这些 受俄罗斯控制的国家 他们都一个一个加入 很多个加入这个 北业加入这个欧盟 所以这个欧洲的东扩呢 是对这个俄罗斯 普丁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这是普丁上台讲的 另外第二个呢 普丁的野心 普丁也有提到 他希望恢复 回到前苏联 这个版图 也就是这个版图 这些希望这些 如果他没有占领的话 至少这些国家是倾向 这个俄罗斯的 包括最近 去年这个 这个叫做白俄罗斯 Berarus 他也是亲耳的 他希望是如此 所以他呢 就告诉这些的北业欧盟 要撤军 他们有一些的军队撤 就是在这个东欧那里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一个原因呢 为什么在川普四年的 总统的任期之间 这个普丁不敢有任何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拜登 这个外交的软弱 也之前我们看到 在欧巴马的时代 普丁也做了一些 就是战争的事情 现在是这个拜登 他的外交软弱 当时我也谈到欧洲 也可以说 不是很团结 所以这些的原因造成 这个 我们说这个 普丁 他攻打这个 乌克兰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 我在上次没有提到一点 我今天简单的分析 就全球主义 意思就是说 这个西方世界领袖 欧美 包括一些 他们不是政治领袖 但是他们的精英 就好像这些 我们说 这些大科技 这些的人物 或者是世界各地 那些很有钱的人 他们虽然没有 正式参与政治 但是因为他们的 我们说他们的影响力 包括Facebook Twitter 其他的 他们就去控制 跟这西方领袖 一起想要控制 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用这个词呢 全球主义 他们要打垮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呢 普丁呢 他是比较 不配合 这个全球主义的 这个思想 那我们看 这个 在 现今的 乌克兰总统 叫Zelensky 他如果 我就说 如果没有在全球 精英 西方领袖的帮助之下 他怎么敢 勇敢 现在跟这个俄罗斯 普丁来对抗呢 所以这个呢 我是觉得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今天我跟大家 简单来分享 所以背后里面 我们看到 乌克兰呢 也有 这个 就是 有人撑腰吧 我们说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这么 这么勇敢的来对抗 这个俄罗斯呢 这个这么大的国 这个还有这个武力 这么这个强的一个国家 那除非背后里面 所以有这些 集团来支助他们 所以你会看到 现今已经给你看到了 这个欧盟 虽然他们没有派军队 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 派武器给乌克兰 他不要直接跟俄罗斯来打 包括这个净飞 这个乌克兰经费区 他们也不敢设立 因为怕跟这个俄罗斯的飞机 战机一起对立 他也不要 他说我会给你钱 我会给你武器 我会派可能一些退 退武军人 他们自愿去的 帮你打 但是 我这个北业跟欧盟 他不会加入这个战场 他 然后我们也看到 这个世界各地 这些的金融界里面的 这些的我们说这些精英 他们也加入去制裁俄罗斯 所以你会看到 是一个很庞大的 整个西方的一个 从政治人物 这个非政治人物 也加入了这个对抗俄罗斯 就是要来打垮俄罗斯 他们盼望这场的战争 把这个俄罗斯的普丁 把他拉马下来 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 这个表面的政治的 这些的因素 那今天我要 跟大家思考的 有宗教的因素 我想宗教的因素 更加的重要 通常你会在这个 看得见的这个社交媒体 这些新闻界里面 这个主流媒体 他们一直报导 都是跟这个政治因素 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 我是牧师 我对政治也很熟 那我是 我是一名牧师 所以我当然看事情 不只是政治的层面 我看事情呢 有宗教的层面在里面 那我自己在 特别这几个礼拜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自己当然有 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呢 上帝让我 引导我去看了几个 上帝重用的仆人 包括 Kim Clement 已经过世了的 在2017年初的时候 就应该是 21000初的时候 就过世了的 是一个很著名的 南非的一个先知 他很多的 这些议员里面 在时间一到的时候 一个一个都会认愿 那其中他讲的 有关俄罗斯 跟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在 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看 在2014年 就是半年前的时候 他已经发了议员 有关俄罗斯 跟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那我最近是从 Dutch牧师 我也相当尊重一个 带领美国回归的 这个主要的牧师 他们一个团队 从他分享里面 我也看到一些 另外一个呢 是比较年轻的 叫Jeremy Johnson 我也有跟踪 我也知道神也使用这一位 可能大概40岁吧 这个牧师美国的 他现在带领的一个 叫做The Alter Global 也是一个很重要 在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团队 那他就在俄罗斯 攻打这个的乌克兰的那一天 上帝就托一个梦给他 然后这个梦呢 等一下我会分析 他跟这个Kim Clement呢 很相似 就是更多的资料 让我们看到 两个的一个议员 一个梦里面呢 还有包括Dutch牧师的一些分享 包括我自己 本身对启示录 因为我这几年教启示录 所以我也很注意启示录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是 透过几个牧者 然后我自己本身的 看见呢 我要把这个宗教的因素 给大家来分析 那这种就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全球主义 这个来影响 这个乌克兰来打 俄罗斯 那我想 刚才我有提到了 这个 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最大的战争 所以这个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 我们一定要去解读 一定要去知道 因为它影响非常深远 那我自己个人 因为我是 我关心教会 多过关心政治 我通常是会 一直讲教会的事情 怎么样预备好 如果你听我的启示录 我这三几年来 一直讲启示录 跟教会的事情 但是上帝有时候 会又把我拉出来 要分析 这个世界的动态 所以我就会花时间 所以你看到 我现在每一个礼拜 有大概两次 那需要的话 可能会讲更多 所以我已经 上帝要我做 我就做 上帝叫我停 我就停 我不是每天在讲政治的人 我是牧师 我是要花时间 讲教会的事 但是这个影响非常深灵 所以我要跟他 一起来分析 刚才我就讲到 就宗教的因素 我就要回顾 这个在八年前 这个Kim Clement的议员里面 等一下我们会从 这个Dutch Moose 他分享里面来看 那这个Kim Clement牧师呢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先知 那在2014年 2014年所发的这个预言呢 那我们会来分析 我们都清楚知道 上帝是从起初子民 末后将要成的事情 然后上帝呢 很清楚的说 主要花若不将奥秘 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 就一无所行 所以在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 发生战争之前呢 上帝就在八年前 就把这个预言告诉了 这个Kim Clement牧师 这个宣知 所以等一下我会分析 那我想我们要先多一点的了解 这个当时2014年 这个Kim Clement牧师 讲这个议员的背景 因为背景很重要 他发这个议员呢 当时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你去看这个2014年的时候 我们有发现呢 这个当时这个乌克兰的第五任总统 我给你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呢 这个就是有关1991年 这乌克兰从俄罗斯 就是这个前苏联独立之后呢 你看这里有到现在 有这个六个总统 现在是Zelensky是第六个 如果你看第五个叫 Petro Poroshenko Porošhenko这个呢 是开始清西方的 他的政治理念 他是希望靠荣这个西欧 这个欧盟啊 就要北业的 那前面这几个呢 都是比较清俄罗斯的 所以如果是清俄罗斯的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这个乌克兰呢 是清这个西方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包括现在Zelensky是非常清西方 而且提议要把这个乌克兰 加入这个欧盟北业的 这个这个这个意图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在2014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清西方的 这个Petro Poroshenko 就是来带领当时的乌克兰 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 如果你看那个背景呢 当时的俄罗斯普丁 在位已经是16年了 那他或许担心 这个乌克兰加入北业 或者欧盟的话 那他就 因为如果你看这个之前的 东欧的版图里面 都已经被西欧控制了 或者就已经加入这个北业了 所以呢 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也可以讲说 是一个弱势的一个总统来的 所以当时的这个俄罗斯总统呢 就是普丁呢 就供取了这个 你看现金的这个 本来这个Krimia呢 是属于这个乌克兰的 所以在2014年呢 他就把它拿有蛮大的一个 这个好像一个大岛这样 拿去啊 所以这是 那刚才我讲到 在2014年的这个背景之下 当时的这个俄罗斯 普丁总统呢 他已经在位已经是16年了 他是1999年 这个俄罗斯总统 野心 他做总统的时候呢 当时就委任普丁做他的总理 然后呢 这个野心就 可能是因健康的问题吧 我一下子记不起啊 但是他就下台 2000年的时候呢 这个普丁呢 他就竞选总统 他竞选总统 他就中选 然后他也连任 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呢 只能够做四年 做四年 所以他当时连任了 就做了八年 在做了八年之后呢 因为俄罗斯的宪法里面呢 一个人做总统 不可以超过两届 就是说他只能够做两届 意思是说他最多做八年 但是普丁 很聪明 他觉得 他想说不可以超过两届 但是他没有说 只做两届 他说 因为 因为他说 不会连任 超过两届 那他没有说 接下去 他 如果 有一届 他不做总统 然后之后再重新 再来做总统 再选的话 因为他没有一次连任 没有连任第三第四 所以他就走 我们讲的法律的漏洞 他就想了一个 办法 就是他自己 下台 2008年就下台 他委任一个叫 梅杰夫 来做总统 他其实他已经跟他讲好 我给你做总统只做四年 那当时的这个 普丁呢 就做总理 因为他没有做总统嘛 所以他没有违背 他可以做总理 他可以做任何其他职位 只要不是做总统 就在这个 梅杰斯 梅杰斯 做总统的时候 这个 他就修改宪法里面 这个总统只能够做四年 就是extend 就是加长到六年 所以在2012年 这个梅杰夫总统下台之后呢 这个普丁就再出来竞选 因为 因为之前的 他讲这个 这个宪法里面 他说只 不会超过两届 连任 不会超过两届连任嘛 所以他就走法律漏洞 就说好 那我就来竞选 他就中了 我想一定中的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强人 他就从2012又中选总统 六年 做了六年 然后他在做六年的过程里面呢 在2018年 他又在竞选做总统 再联系两任 可以两任 就走法律的漏洞 就是两任 然后如果到2024年之后呢 那怎么办 他要可能要再重新 就是用一个方法 继续连任 不过呢 在2021年 去年的时候 他们 就是 其实他们的 内阁会议通过 就是 有一个的 规定 就是 可以再 reset 意思是他可以再任做总统 不只是 这12年 所以去年 他给自己一个方法 就他可以再做另外的12年 所以做到2023 如果他继续选下去的话 他可以做到2023 我想可能在 2019年 乌克兰这个 现任的这个总统呢 叫Jelensky 他是一个非常清西方的 所以可能这个 普丁的看到这个危机 他不能够让这个 俄罗 这个乌克兰就加入北业 加入这个欧盟 对不对 所以他再过两年 他就要下台了 他就感受到这个 所有之前的这个 东欧那些国家 就加入了北业 他不要 所以他自己很聪明 他之前多次他想 他说没有 我做到2024就够了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公投 他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做到2036年 到时他已经80多岁了 他现在已经68岁了 所以你会看到 普丁是一个政治强 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所以这是当时的 这个政治的背景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预言 2014年的 这个政治背景里面呢 乌克兰有一个 清西方的总统刚刚上台 然后这个普丁呢 他本身有很强大的政治意图 可能叫就是拿回他们过去 苏联之前的一个大的版图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看到这个2014年的 这个Kim Clement的议员里面呢 那我就 我在那时候是2014 那我是从 Dutch Moses在 Give him 15里面 我应该是昨台前天 我听了他的分析里面 然后我就把这个 有关这个Kim Clement的议员呢 把它列出来 跟大家分享 那这是原版的英文 那我就用Google翻译 Google翻译 他基本上都不错 还可以 就带出这个意思 那这Kim Clement 牧师他说 我他就开始讲了 神怎么样感动他 我从一开始就在预言 主的灵降在我身上 向地上的万国宣告 现在听我说 上帝的灵说 普丁 这个普丁 就是俄罗斯总统 普丁 我现在对你说话 他就这个普 普丁国王 他说King Putin 讲他叫King 他虽然是 俄罗斯是明显出来的中等 但是好像一个国王这样 你自称 就是自称他就是King 你自称自己是 是这个国王 你真的相信 我在80年代 以罗纳德 就是Reagan 罗纳Reagan 从1981年到1988年 做美国的这个总统 当时上帝兴起 这个罗纳Reagan 这个总统 以便可以拉下这个账户 并摧毁一些分裂的墙 一百费吗 当时的里根总统上台的时候 是就是当时的苏联 叫做Mikhail Gorbachev 做总统 那这个里根呢 他很聪明 在跟这个当时的这个苏联 这个叫做苏联 Mikhail Gorbachev 当时是冷战 他做了八年总统呢 他想尽的办法 后来就真的把这个当时共产的国家 就是苏联 就拉倒下来 所以他就说 这个Klim Kremers 他兴起这个 罗纳Reagan总统呢 是要把这个共产党 共产主义 拉下来 那现在呢 虽然在俄罗斯 却普丁在做总统 虽然俄罗斯是这个 明显出来的总统 但是他以这个明显出来 但是他却用一个强人的手段来控制 这个俄罗斯 所以他就说 你以为我兴起 罗纳Reagan总统 把这个共产的这个帝国拉下来 我是白做的吗 就是上帝讲话 现在你要把再次把这个墙 就是Iron Curtain 把它拉上来 难道上帝真的白飞吗 普丁让开 让开我的路 主说 我为我的百姓 使法老心里刚硬 我也是你们的心刚硬 所以他就讲到 这个普丁呢 他的心会刚硬 给你看 这个东西德 当时的东德是属于 这个 当时的苏联所控制 这个就是东西德 这个墙就倒下来 在1990还是91 之后就欧洲的东欧 还有包括这个苏联的共产 就倒下来 所以现在呢 普丁好像会把他拉上来 所以这个议员里面呢 就警告这个普丁 我之前把这个共产 这个帝国把它划下来 你现在虽然表面看 不是共产 但是你好像也要 就是来统治 控制 因为共产的人呢 共产党呢 是来控制人民的 现在普丁 透过人民的选票 他控制 他打压所有的政治 这些的 以他不一样的意见 把他赶走 或者把他关在监牢里面 以致他可以控制这个俄罗斯 所以这个Claim Mouss就警告 透过这个上帝 上帝透过Claim Mouss 来警告这个俄罗斯 那我们看到这一幕呢 是当时的李根总统 跟米卡尔·郭伯乔签业 要就他们要 我们说就是要 结束这个冷战 所以如果给你看这个版图呢 这蓝色是属于西欧 这个红色是属于苏联 包括这些东欧国家 还有这些 包括乌克兰 也是这个 当时的苏联管辖的 他们通常叫阿燕科正 所以刚才你看到那个 翻译的时候 讲到那个 这个上帽 那这个Claim Mouss呢 他说我的灵 我的灵里听到了声音 为了我的子民 看到吗 他说为了教会 我的教会 我的圣徒 我的选民 还有我的以色列土地 我要使你的心刚硬 普丁先生 你看 我说过 我会举手离开俄罗斯 我暂时离开 因为 上帝现在让 这个俄罗斯 普丁 这个 可以做一些的事情 上帝好像放手 这样 我做到了 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普丁国王 你是事无忌惮 就是 祭坛 他是很方式 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但是 他的我想让你知道 我在历史上 对那些掌权 并滥用权益的国王 做了什么 所以上帝 透过Claim Mouss 警告普丁 他说过去那些 滥权的国王 滥权的掌权者 上帝一一都都把他拉下 所以这里 他特别警告普丁 我也会把你拉下 最终 为了我的子民 会有自由 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谁会站起来 恐慌世界主说 这个就是 普丁 俄罗斯 普丁会恐慌这个世界 我会把我的钩子 放在你的鼻子上 把我的 僵绳 放在你的嘴唇上 我会按照 你的方式 让你回头 那些 兴进下来 并逃脱的 将借许多果子 许多果是 许多果是 主说 那果是 应该是乌克兰 看到吗 所以他在这里 已经议员了 2014年呢 这个俄罗斯会打 这个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呢 在被打之下呢 我们讲说 这国家被占领 那国子将在你 侵略的国家中呢 为你的荣耀而取 我的移民兴起 为我的国 多借国子 所以他议员 这个俄罗斯 会侵略 这个乌克兰 那当时 二八年前 这个 普丁 做了16年总统 再加上 刚刚起来的 一个 靠拢西方的 但是他都没有 讲说 加北业 等等 他只是 有亲西方的 但是如果 普丁 就很快 当时 2014年 就已经 去攻打 这个 Krimia 把他拿来 就已经警告 当时的 这个 乌克兰总统 叫做 刚才我跟你讲 Petro 那个总统 那个总统呢 给他警告 如果你再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就把这个 乌克兰打下来的 但是当时 我们看到的是 普丁只是 拿了一部分的 乌克兰的 这个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里 这个 Kim Clement 牧师 就说 接下来 他会侵略 并且在这个 侵略的过程中间呢 教会 他说 我要兴起移民 就这个讲 移民 就是 这些移民呢 这些就是 神的这些 为主 工作的人 就是为 就是神的 选民里面呢 他们会借 很多国子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一场的战争里面呢 会有这个 复兴的现象 从这里 发出来 接下去呢 我就分析 这个刚刚在 2月24号 也就是 俄罗斯侵略 这个 这个乌克兰的那一天呢 这个叫做 Jeremy Johnson 牧师就发了一个梦 我就分析 他的梦 这个梦里面呢 就这里写 我是从这个 你可以上网去查 叫Facebook里面 The Orter Global Orter Global Jeremy Johnson 你去Facebook去查 他我就把他 copy下来了 他已经 post在里面 通常他们不会 随便post 除非是很清楚 知道是从神来的 这个梦 他说我收到 当时那一天呢 他收到一张欧洲地图 上面写作 乔民复兴 英文翻译成 这个叫 Diaspora Revival 就是这个 就是那些分散的人 会 兴起这个复兴 然后他说 我被带入一个 我只能形容 为上帝永文的会议 他在梦里面 带到一个上帝 还能开会的一个地方 并在那不属于这世界的 激烈战争中 复得一个和平的境界 他感受到 他在那个里面 他感觉很和平 但是他所现在知道的 这个真正中是 是是可怕的 太疯狂了 但是我从梦中的启示 立刻知道 乌克兰基督徒 将在战争期间 和未来几年 被遣派 对派遣 并分散到欧洲 整个欧洲 作为上帝永文旨意的一部分 意思就是说 乌克兰的基督徒呢 会离开 一些在那边复兴 会离开 经历上帝 因为现在在乌克兰里面的教会里面呢 我相信他们在这种战乱的里面 应该会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的 上帝怎么样保护 怎么样兴起 怎么样复兴他们 把他们带到欧洲各地 殉道以避害 实际上将会被神 做神圣的攻击 以推动福音 进入欧洲 这是我之前 在上一次讲的时候呢 我说 这一场战争 你不要只是看战争 我说这是要复兴欧洲的 所以我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个梦 我在我自己的解读里面 我从最欧洲的这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看到过去这两百年来 几乎是这个旷野 就是属灵的这个沙漠来的 上帝常常用这种 上帝最不想用战争 但是战争是上帝最后的选择 上帝常常用其他的方式 要使人悔改 但是最后战争的时候呢 上帝就要清楚的看到 就是为了教诲 所以我这解读里面 跟他的梦里面是相符合的 所以是为了这个 欧洲的这个复兴 当然欧洲复兴 我在这里美国 我过去这几年教启示的时候 我就看到启示录第四第五章里面 就是一个全世界的大复兴的现象来的 所以不单在欧洲 美洲我们真的也正在经历这个复兴 所以你会看到 以后不久的将来 你会看到亚洲复兴 欧洲复兴 上帝会用他的方法 使那个地区里面复兴 另外呢 接下来的这个梦呢 这个Jeremy Johnson 他说 然后我被带到以色列 他还带去到以色列 目睹了即将来的世界冲突 现在入侵乌克兰 与有朝一幕接管 以色列的计划直接相关 哇 原来这个乌克兰 跟这个俄罗斯 跟乌克兰战争里面 背后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 一个可怕的一个阴谋呢 就是要 就是这个计划呢 就是要 要摧毁以色列 所以我看到一个 庞大的 一个恶魔公 就是这个 我们讲说 就是魔鬼啦 就是 Kingdom of evil 动员并助长 对俄罗斯 直接相关的 犹太人的仇恨 那 这是乌克兰 入侵的幕后黑手 所以你会看 现在在乌克兰 你像乌克兰 大概有三四十万的 这个犹太人 占整个乌克兰 只有一个percent 但是很奇妙的 在一个percent的人民族里面呢 竟然会选出一个 犹太人总统 如果你看现在 世界各地的总统的话 大概你也找不到 按照我的理解 没有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除了以色列人之 以色列国之外 其他国家有一个总统 是犹太人 现在在乌克兰 这个地方 这个总统是犹太人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事情就很特别了 那我想这个 我之前我已经讲了 在上一堂里面 我不是站在俄罗斯 我也不是站在乌克兰 我在解读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这两个呢 都是坏人 就是俄罗斯也是坏的 普丁也是坏的 他要控制当时的 现在的这个苏联的版图 希望把这前所编版图拿回来 然后这个乌克兰呢 你看这个Jelensky 他能够上台 他之前是一个 就是一个演员 我想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这个全球主义背后里面 有他的这个议程 要控制这个世界 他要控制世界 他也要想要控制这个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 现在呢 他自己本身呢 不要受这个全球的 主义人来控制 所以为了要控制他呢 他们必须要用一个战争 来拉垮 这个的俄罗斯 所以这次战争呢 我简单的说 我就觉得只会拉长 而且就是 就对俄罗斯也是 就同归于尽啊 就是两败即伤 这乌克兰也是 也是被毁的乱七八糟 你看到现在好多的 这个视频里面 好多这个的视频 看到这些住宅区 就是被轰炸 轰炸 轰炸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这两个都是 背后里面 乌克兰 摆在你面前的 这个总统 好像是好人 但是他背后面里面 我想他愿意被他们控制 他也好不到多少 所以呢 这个背后的全球主义 正在利用这个乌克兰总统 来对抗这个俄罗斯 那俄罗斯呢 他也不要受他们控制 他就跟他们就赏 然后好吧 然后我们就一起 就是同归于尽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带来的可怕的 我上次也讲了 这是我议算 他会拉长 所以慢慢拉垮 然后这里给你看到的是 他在这里说 那这次因为 如果再过几个月 我们看到 或者这两年来呢 看到俄罗斯普丁 被拉下的时候 那一个一定会引起 这个俄罗斯人仇恨犹太人 在现在在俄罗斯的 这个的犹太人呢 大概上可能是有 五六十万吧 然后在乌克兰呢 也有整四十万 在欧洲里面几个国家 包括法国也是蛮多 这个整百万的 一个犹太人区 所以你会看到 世界各地 特别是俄罗斯人的队 因为这次如果 这个 Jelensky 他能够拉垮 这个俄罗斯 普丁的话 那他是现成出名的 因为他是犹太人 所以肯定会在世界各地 挑起那种 反犹太人 特别是俄罗斯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 其他的组织都很讨厌 这个的犹太人 所以这个相对之下 慢慢会把世界各地 一些的犹太人 要他们要回到 以色列地 等一下我们会看 他的一些的事 那这里呢 这个Jeremy Johnson 牧师 他说 这是一个世界 从未见过的古老公国 就是这个摩比公国 接下来我看到上帝的 是给一些慈悲 主动了几个世界领导人 对乌克兰 甚至以色列的心 他没有讲是谁 他说几个 就是在世界 这个领导人里面呢 有几个 我相信 其中一个呢 我想应该是会川普 这个 他没有指明是谁 但是我对川普呢 是很正面的来看 未来几年 英国将在世界中间 发挥主导作用 所以他也 在这个梦里面 看到英国也会 发挥他的功 就特别在欧洲 因为英国在欧洲过去 都是就是做老大哥的 然后我听到了 世界各地有几声爆炸声 所以这个不是好的现象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场战争里面 会引爆一些 更大规模的一些的战乱 然后他就从梦中醒过来 哇 你看这是一个 所以他这个 这个现在的梦呢 配合八年前的 Kim Clement 牧师所讲的 他这里就比较详细一点 那八年前 Kim Clement 牧师只是议员 这个俄罗斯会攻打 这个乌克兰 然后这个 这个叫做 Jereme Johnson 牧师呢 他就看了更多 看到接下来会发生的 爱奇特的事情 那我自己在 这个很重要 在开会多几分钟 我就结束了 给大家可以问问题 那这里呢 首先 犹太人回归 那如果我在去年有讲 就是犹太人的现金 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 占47% 整个世界的犹太人加起来 大概1200万 现在在犹太地 大概500多万 47% 在拉比的教导里面呢 拉比是看就业的 就业还有一些议员 是拉比看得蛮近 他认为呢 以色列人民 就是包括海外的 这些犹太人 只要全世界的犹太人 在以色列地占超过50% 他们相信以色列会来 所以犹太人的回归呢 现在还是继续 现在只有以色列国家 许可 他在海外的侨民可以回来 那以色列不是很大的地方 但是他 他们都 都愿意 把这些 在世界各地犹太人 把他召集回来 那我在 讲解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我只是简单重复一下 就是一样看到 耶稣站在 这个人子在 七个金灯台中间 这金灯台 第一 他是指着以色列 第二 他是教委 所以在末期的时候 上帝要把以色列 他在以色列工作 在犹太人工作 要把这犹太人把他引进 引回来 这个以色列地 这个刚刚 就是最近都有一些犹太人 开始离开了 每一次战争的时候 犹太人就会走的 所以这个呢 阿密萨法提呢 就是我蛮尊重的一个牧者 虽然我跟他神学思路 不是100%相似 但是他有他的一些立场 我不同意的 但是他在这里有发了一个 一个文告里面 他认为呢 在这一次的战争中呢 可能有20万的 在乌克兰 可能有一半的这个犹太人会离开 然后回到以色列地 那当然还有在俄罗斯 有五六十万的 我相信在这一次战争中呢 他们也觉得 如果普丁倒下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俄罗斯人 对这个犹太人应该不会友善 他们也会选择走的 所以这些呢 包括以色列 包括美国 美国现在有五百多万的 就犹太人 可能在这里呢 也会引发一些犹太人回归的 这是在乌克兰现今的一些大城市 有这些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那我在上次有讲了 就是这个福所书 第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里面呢 对于讲 耶稣在父神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 有能组织的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 连来世也超过了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 做万有之手 为了教会 所以这个战争里面 我上一次讲的对教会的好处 就是欧洲教会要复兴 各地的犹太人要回归到以色列地 因为之后我们都知道 最终呢 二者呢 是要毁掉以色列的 我们都看到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 这个以色列人被 重新被占领 被控制 这些都会发生的事情 我给你的这个启示录的导航呢 现在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呢 2019年呢 已经应冤了的启示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现今呢 主耶稣透过发生的事情 要洁净地上七千教会 代表所有的教会 为了要经历这个启示录第五章复兴 所以你会看到 Jereme Johnson 看到那个复兴 这现象出现 然后第六章 揭开这个印 然后接下来三轮的审判 跟收割 之后呢 耶稣从天降临 然后这个作王一千年 之后呢 这个白色宝座大审判 然后接下来的 不幸的进到火湖里面 现在呢 就要进入荣耀的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 这是整个 这个启示录的导航 所以我们现今是 上帝透过现在的 疫情还没有过 还在肆虐 然后现在的战争 这个战争是影响全世界的 这个现在这个就是为了教会 所以教会在这段期间呢 就是要紧紧地抓着 过圣洁生活 为主受苦 然后要传扬主的福音 周知穷人 教会要赫而为意 迎接耶稣再来 这是我在上一次 特别花一些时间讲到 教会应当做的事情 好 我就讲到这里 我就做一个结束祷告 然后给你们发一些问问题 天父上 谢谢你 透过这个俄罗斯 乌克兰的战争 我们知道 每一次事情的发生 特别这么规模 这么大影响世界的战争 你在半年前 已经透过 Klemer 牧师 已经让我们看见 如今 在现今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看到你 透过 Jeremy Johnson 牧师的梦里面 也透过我自己 在解读 启示录的过程中间 看到神 以及现在的工作 为了教会 是的 为了这个教会的复兴 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 俄罗斯教会的复兴 欧洲教会的复兴 美洲教会的复兴 世界各地教会的复兴 以色列人回归 哦 主啊 这些都在你的掌控里面 使主耶稣 作万有之手 都是为了教会 感谢主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